打开公式台语台脸书专页 假轨迹拜丑陶 用画的给你看 你看得懂吗 那你知道假轨迹拜丑陶吗 银水思源 这个我也看不懂 民众摇摇头 不晓得银水思源 跟树下坐着围尼熊 有什么关系 有网友就分析 有一只羊靠在桌上 眼睛被画上人民币的符号 暗指羊培安 而桌上摆着一碗 露出鱼尾棋的白饭 就是范尾棋 还有注意到了吗 桌上三盒口罩 旁边还有一大一小的S型挂钩 就这么刚好变成大小S 那你觉得是戴口罩吗 口罩 就是他们妈那个台湾的政策 民众瞬间瞄懂 原来是大酸疫情梗 但公式台语台小编 可不止这样 隔天再教 中文意思是受雇于人 听人失患 这回更附上WHO总干事 夸奖中国处理疫情的 迅速态度慢 一旁还不忘放上武汉肺炎病例 暴增趋势图 真的蛮高级的 因为我 就是一开始看不太出来 是什么意思 民众笑说有够酸 网友也笑称 公式小编应该是捡到墙 但有人教你学台语 就有人教你说英语 大大的粗体制 写上吃水果蝙蝠的肉 还附上蔡总统到帛琉吃他的照片 下面更附上英文教学 说不要吃蝙蝠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蝙蝠身上有什么病毒 暗酸武汉肺炎来源就是吃野味 肺炎爆发时期 防疫视同作战 不止第一线带头防卫搭壮 就连网路上也掀起另一波舆论战 TVBS新闻科士雄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